感恩魏老师,感恩开学士,感恩所有的师兄师姐,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西归零的,我叫德蒂 然后我接触的同学的话是同友的朋友推荐 然后主要是昨天那个夏宇,像是她那个小妹妹 我的朋友嘛,他们说她那个肉粥弄好了嘛 然后其实我也没有很多人怀疑 然后他们跟我说有报名,然后我就来了 其实我主要的是什么,是一个鼻炎 我从生日下来到现在将近30年的时间一直在被鼻炎困扰着 我八岁的时候做了一次鼻息用的手术 然后二十五岁的时候又做了一次鼻炎的手术 一次比一次更加的严重,一次比一次透骨欲生 就是在最近的一次的手术嘛,就比较的严重 一个是动力性鼻炎,鼻动炎,还有一个就是增生 这三个手术是一起做的 那时候做完了以后啊,整个头感觉就是在炸裂了 然后在恢复的过程中有三颗嘛,相当的难受 然后这一次发病的话是在今年过年期间嘛 然后跟着家里面的人去农村去拜年 因为我们桂林的那个农村比较寒冷 刚好那个时候又转风嘛,相当的寒冷 然后我就觉得鼻子比较干色 然后就少见了 然后就把手绳在鼻子里面就扣 然后就把那个鼻黏膜的那个位置就扣坏了 而且很近 就是在这个一进去,这里有个软骨 然后就把它扣破了 一直都没有好 然后我们桂林的天气的话就是寒冷啊 每一次呼吸的时候 那个风一碰到那个南谷就相当的刺痛 特别的难受 一直到来之前都是这样的感受 后面来到了南岭以后 它就不是刺痛啊,它是哑 因为南岭这边比较,天气是比较那个湿热 而且最近这几天,雾比较大嘛 空气的湿热太大了 然后一呼吸进去相当的痒 一痒了以后又怎么呢 又像过敏西提炎那样 一直打喷嚏,打着不停 然后就是通过这几天的调整 还有定做的时候啊 还有就是相互调的时候 最大的感受就是一个是通了 然后鼻子里面一呼吸嘛 然后里面就感觉 比以前的那个 能够存那个空气的位置要开破了 一呼吸进去非常的爽 然后自己做调整的时候啊 反正我每天啊 像睡觉之前 我就要给自己调整一下 然后就感觉这个鼻动这个位置 动一声就响了 然后响了之后一呼吸就非常的通顺 还有一个呃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软骨的那个地方 它不仅不痒了也不痛了 而且不出血啊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软骨的地方 我这两天就想好心心的摸进去 它已经呃就是已经复原了 它就没有那个增生的那个危机 它就没有那么突突起了 所以我就非常感谢 魏老师感谢长生学 然后让我的鼻炎 这么快的能够呃有好转了 好感谢师姐 欢迎来到三十年的鼻炎 做了两次手术对吧 好所以现在已经明显的好转了 好继续加热常练功 好加成调整 好我们